热血公民、主席、立法会议员郑崇泰 去年10月涉嫌在立法会会议厅内将建制派议员却上的国旗及拘旗倒插 其后被警方驱控侮辱国旗及侮辱拘旗两罪 经审讯后被裁定表证成立 案件昨日在东区法院作出判刑 郑崇泰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 判侮辱国旗及侮辱拘旗两罪无需入浴 各被判罚款2500元 即共判罚5000元 根据网上文调 截至今晨令时30分 193名投票者中有84%不满轻判 律政司执回应指 会小心研究裁判官的判刑理据 主控官的报告法律原则 再决定会否就案件覆核刑期 案中辩方早前曾争议 清侮辱国旗紧限对国旗作出实体接触 如焚烧 浅踏 弄污和毁选等 令其次实质状态有改变的行为 而 电污 则指示性质上的破坏 裁判官郑念词作裁缺时不同意该说法 只有关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原意是保护国旗 拘旗的尊严 他俗说 根据案例和英汉词典的传释 电污 也包括污浴 使其声誉受损的意思 不局限于实质上的浓污或损毁 认为 电污 一词是以包含羞的意思 并不受限制于物质的程度上 法庭不需要用合意去传释电污 一致 针对另一争议点 被告的盗插国旗行为是否可称为电污国旗及拘旗 裁判官认为被告当日于现场盗插国旗的行为 任何正常人都会理解到此举会破坏国旗及拘旗的尊严 即使如辩方所称 被告当时 小心翼翼地把国旗及拘旗倒插 或者目的指示吸引议员返回座位 但他连续两次故意 公开地倒插其次 行为已属于用 电污 方式侮辱国旗拘旗 就有指涉案国旗及拘旗不符合正规国旗规格的说法 裁判官认为 涉案的国旗及拘旗无论于比例 颜色等方面已可令人认出正视中国国旗及香港拘旗 以属电污国旗之举 辩方在求情时声称 郑从泰已婚 欲有一个未满三个月的女儿 郑为理大文学士及北大社会学博士毕业生 不单是立法会议员 更为半职大学讲师 心是香港 在案发日到插国旗拘旗 原意是希望令离籍议员返回助席 以免留会 并无 恶意 相对以往案例而言 是次乃最轻微的电污方式 希望法庭以签保守行为及罚款形式处理 裁判官考虑被告无案底 心是社会事务 本案无事先计划 且并非以焚烧的方式侮辱 罪行相比下不算严重 为考虑到他于立法会连番犯案 故决定两罪各判罚款2500元 即共罚款5000元 郑松泰在交付罚款后 在庭外称 事次的裁决结果是 意料之内 又声言当日建制派集体留会是 无聊事件 故当日亦以无聊行为回应 结果又招致他面对 无聊检控 纯粹是 他无聊 我无聊 又清会与其律师团队研究 考虑有否上诉机会 据清 郑松泰在事次判刑中 未被判处监禁 固定罪将不会影响其立法会议植或将来的参选资格 就立法会议员谢伟俊曾就事件提出谴责动议